Hello 我是Cyrus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讲数学 由小学一年级的数学到高中最后一年 这个频道会讲很多数学的问题 会有解题和理解这条题目 所以希望大家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 今天又是继续讲Algebra 我又是抽一条题目出来 然后步步地讲一下怎么做 今天这条题目是3x-5 等于19 上次我的GoFlo 题目是加一个数 今次是减一个数 我想你都猜到它的做法 就会和加的做法相反 意思就是 我本身在这里减5 我上次也有讲过 因为我想左边只有x 不想有其他数字 所以我就要加5 所以我就要加5 即是要去差了这个减5的数 所以我就要加5 我每次加5 我都是整条色去加5 因为这样 这条色才会是平衡 减5和加5 它就会消失 左边就只剩3x 然后右边就像平时 加上它就是24 然后这里就变成3x等于24 来�ely vi topic 不拍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写3x 的意思 we don't grab three x 三乃 x 我们是不会将一个乃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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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乃 就是代表3乘X 就不會再在中間 譬如我們以前 如果是數字,我們會這樣寫,5乘3 但是我們現在有X,有Unknown 我們就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 記住,看到3X代表3乘X 然後我之後 那個步驟怎麼做呢 就是 亦都是 跟我之前說過一樣 我們可以首先理解 什麼叫做3X,即是X代表一件事 例如你當作一個積木 其實它就有三個積木 如果它是一個蘋果 你就可以說 它說三個蘋果要用$24去買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個 algebra去express 我們就說X,當X是一個蘋果的價錢 那麼它三個蘋果的價錢是$24 我們就會寫3X等於$24 於是我就想找一個蘋果的價錢是多少呢 如果我們心算好,我們已經想到其實X等於$8 但是 當我們不需要心算好,我們只要做一些algebra的步驟 我們將乘條式,Divide by 3 除以3 那我就變了左手邊只剩下一個X 然後右邊就是$8 所以今天的答案就是X等於$8 今天的影片就說到這裡了 記得like,subscribe and share 我這個頻道主要是講一些數學的解題 以及會go through 一些 past paper 或者比較有趣的題目 有興趣補習的同學呢 可以去我facebook Cyrus King Education 那裡找我 又或者是inbox我youtube都可以的 我們下次見